免费的剪片 App 这个P4 Pro Demo 给大家看的 长时间就是每个 Clip 跟 Clip 之间的一个过渡 像这个 MatePad Pro 我用了一段时间 然后我好像真的有点离不开它 你知道吗? 哈喽 我是可恩 今天呢 这支影片就是要来教大家 剪片 因为实在是太多人问我了 可能你的片平时也是用什么软件剪的 所以今天呢 我就要教大家用一个我个人非常喜欢 不复杂 没有水音 不用开电脑 功能算是非常齐全 最重要是免费的剪片 App 剪 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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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层 剪映 剪映 本来我是要用手上这个P4 Pro Demo 给大家看的 但是因为我最近刚好开始用了一段时间 这个华为的 MatePad Pro 我就想到用平板的话呢 屏幕又够大 Demo 起来的画面就会更容易看 最重要还有一个 Pen 可以做小调整 必要的时候还可以分屏工作 最重要的是我发现我用完一段时间之后 我好像真的有点离不开它 你知道吗 OK啦 今天就用 MatePad Pro 交大 只要用剪映 开始 今天你这个 App Lab 因为是中国研发的 所以不能直接下载到 但是 马力尚地区要下载还是可以的 只要在华为 App Gallery 把地区换到中国就可以了 它 Logo 是长这样的 下载完之后我们就开始吧 这一年呢 其实我自己用过非常多的那种手机剪片 App 有给钱的 不是给钱的 但是到最后 最好用 最容易上手的 还是剪映这个 App 最重点是 还是要去免费 反正我是不喜欢你们花钱啊 那我原本的 Video 是在手机拍的 所以我们现在搬过去 我告诉你华为是真心好用 一键全部 Video 拉过去 不用等 我之前要拿 footage 都要用 cable transfer 很花时间 OK 挑选好之后 我们按导入 这时候先每个 Clip 剪出你要的部分 比如说 Angie 的部分啊 还没有准备好的部分啊 讲错话的部分啊 统统都要删除掉 过后呢 还可以随你自己喜欢 把想要的画面放前面 跟着顺序排 然后这里有一个变速的选项 就是 Fast Forward 的意思 一 是原本你的状态 往 0.1 拉 就是更慢 嗨 我是小恩 往 100x 拉 就是更快 嗨 我是小恩 你们等了很久的 华为 P40系列 来了 之后就是上字幕啦 点击文字 新建本文 就可以开始一边听 一边上字幕了 我个人最喜欢剪影的一点哦 就是它里面内置的 Font 跟 Font Pattern 都很美 很抢眼 字体有这样多选择 花枝有这样多选择 还可以把字加上各种气泡 甚至是把字弄成动画 比如说 我先 Set 这个 Font 然后我配上花枝 后面放气泡 然后 再配上一个出场动画 中间你还可以调整阴影啊 对齐啊 字跟字之间的距离等等 它有一个功能蛮好用的 就是可以 AI 识别字幕 让它自动根据你讲的话打出来 虽然不一定每个字都对啦 但是可以根据停顿点下字幕 过后你自己改一下那个字就可以咯 啊对 如果你不知道哪个 Font 比较好看的话 你就me time call 你的朋友咯 问下一间 不然就me time 我啊 me time 我 因为me time 里面其实有一个功能 是可以实时分享屏幕给朋友看到 然后你们就可以在同一个画面里面一起讨论 你就不用再换一个 Font 然后又 Print Screen 换一个 Font 又 Print Screen 这样麻烦咯 然后咯 接下来 上好字幕就要放 BGM 啦 也就是 Background Music 点进去音乐 你就可以看到里面有很多选择 比如说 Vlog Style 的音乐啊 抖音上面常见到的音乐啊 浪漫的 伤感的 等等 可以先试听 然后再决定适不适合 比如说 这首啦 顺便给大家讲一下为什么我喜欢用平板剪片 除了我屏幕大之外 其实这台 MatePad Pro 哦 它是有寒卡的影像的 所以你的声音机想要很环绕 很好听 剪片前面你的了 选好音乐之后呢 你就会看到下面都有一排音乐的吧 点一下 你就可以调音乐的大小啊 单画啊 或者是下beat的点 比如说 雷修胜 这句我要在这个画面 你就可以先 mark 一个点 然后再出去调 这边介绍大家一个好用的小功能 就是踩点 当你放音乐的时候 你想要beat到的时候换画面 但是你一个一个听会很花时间 你就可以按彩节拍 然后剪影呢 就会自动在每个beat 放一个黄点 你跟着beat换画面就可以了 这时候我也没有发现 有一支笔 就是非常方便了咧 因为之前呢 我都一直是用手指在那边按的 你知道吗 屏幕这样小 我手指这样粗 就会一直按错 不然就是挡到我的视线 这样有好比之后 我就可以做一些小部分的调整 就可以写字画画还有涂鸭 音乐放好就要transition了 transition就是每个click跟click之间的一个过度 比如说从这幕到另外一幕的时候 你需要一个过度 让画面看起来更加流畅 这时候呢 你就可以点一下中间的这个 一添加运镜 比如说重叠 变黑 上下左右 移动等等 里面有很多准备好的运镜 你可以慢慢调 基本上已经弄好了 如果你觉得你原本拍的颜色不够好看的话 其实你还是可以调色的 按进去调节呢 你可以调亮度 对比度 色温 饱和度等等 如果你还想要加sticker这些东西 其实你可以按增加贴纸 然后你就可以选你喜欢的sticker 然后再放进去 好啦 现在基本上都已经弄好了 你满意的时候呢 你就可以按右上角的倒出按钮 等一下它就会save在你的gallery里面啦 嗨 我是卡恩 你们等了很久的华为P40系列 来了 好啦 这个教程呢算是一些比较基本的简介 也不算是什么太深入的这种技巧 但是主要呢还是让大家认识一个这样好的app 如果你未来想要剪一些tiktok video啊 小video啊都可以用这个app快速解决 然后我发现哦 用平板剪片真的好用过手机很多耶 第一手机屏幕真的是太小啦 眼睛会看到爽 你手指哦做zoom的时候呢 又会挡到 第二如果你用电脑的话 真的是太笨重了一点啦 如果你要出门带出带进 真的是有点不方便 那平板呢就会方便很多 而且MacPad Pro配上这个皮套键盘 剪到一半要出门的时候呢 你可以直接盖起来 放进包包带去咖啡继续剪 完全就是很轻便哦 而且这台呢因为搭扎Karin 990加大内存 所以就算你放很多footage或者是开很多tap 都可以handle的来 但是我要告诉你哦 并不是每一款平板都是拿来剪片的哦 像这个MacPad Pro我用了一段时间 我个人觉得其实还蛮适合耶 你相信我用了你都走不走的 像里面的功能 华为share很方便拖文件 有手写笔 又可以用me time远程跟朋友分享 我用了一段时间之后 无论是工作或者是平时娱乐用 我都觉得真的很方便耶 好啦今天的教程就到这里 如果给大家回去的话 记得试下剪一个短短的影片 成功的话记得tap我哦 我是可人笑 再见 拜拜